东半部地区从明天星期三开始 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从星期五开始 会转变成整天断断续续挥下短阵阵雨会雷雨的天气形态 未来一周在中部以北仍然属于晴朗炎热 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今天我们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所以各地的天气炎热 我们预过高温在马祖30度 金门澎湖和东半部地区32、33度左右 西半部地区34、5度 尤其是花东纵谷 西部近山区河谷的地方和大台北的盆地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36度或更高的气温 一旦有这种情况或是预报 可能会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气象局会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大家 至于在降雨方面 今天除了花东及恒川半岛零星短暂降雨以外 其他各地早上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不过午后会下午后雷阵雨 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 尤其是在各地的山区 还有中南部的地区 近山区这些地方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 会伴随局部性的大雨 另外今天在沿海地区也有强阵风 我们预估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东北部地区 还有高雄以南的沿海地区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提醒在这边朋友若从事活动要特别留意 未来一周在中部以北仍然属于晴朗炎热 午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东半部地区从明天星期三开始 还有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 从星期五开始 会转变成整天断断续续挥下短阵阵 阵阵会雷雨的天气形态 但是大家有一点十分好的 next time OBVIO 公园 就再接着 已经很厉害了 第二次 也是 如何 这 沒有